你这样有送修 里面的一些实秘账就被送修的人拿这个来跟你 他勒索对 勒索你 你那时候有拿钱给他吗 有有 我给他第一次过了四五到五个月 走到另外一封 他又再继续勒索你 那时候你就觉得 与其话语权 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拿在手上 不如你自己拍放在网路上 跟他们对抗 你是那时候就开始经营OnlyFans吗 因为当时我懂 这个人一定会回来 勒索第一次一定会勒索第二第三次 实时不会玩 大概用了八个月时间去筹备拍这个OnlyFans 慢慢的铺牌转另外一个形象 就是性感 你自己一个人计划这些说东西 都在我脑海里 你那时候才几岁而已 你有这些计划 哇 你是不是做这些规划的时候 有把跟爸妈沟通 他们不懂 我也没有跟他们讲 你没有想过说 假设哪一天他们find out 你在拍这些东西 一年后咯 我处理好我前面 比较危险的东西先 这个听起来也蛮危险的